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到的倒是嘉辉18年前 你这个他是我们最早的 比徐老师文道 他是文道的这个引荐人了 就是我们最早的枪枪的家庭人 他跟潘杰是一对 是一对对对对 这话潘杰老公高兴了 他跟潘杰老公现在自顾不想 对吧 那马太太能开心吗 马太太对啊 更加不管了 他说跟我讲过说 看了这个节目18年了 基本上要只看斗文套 他就想盯着你看 所以其实是我不开心 我为了满足他 我就只好来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真的是18年 更大的事情是凤凰20年 最近这些天我们台就 就是这个 出现了很多名人 对吧 对 那天就是董建华先生 就是领着到我们这个棚外边 这个参观 这帮导演呢 棚里的导演呢 挫暴军情啊 我 他们说来了 来来来来 然后我赶快就说 乱拍马屁 我经常想念董建华先生 董建华先生的丰功伟绩 如何如何 最后节目录完了 人家一进来 发现老板带的是另一个领导 不是董建华 这家马光也说 你拍马屁 这次拍马腿上了 但是我很迷信 我总得觉得 咱们得牵一匹马 就马 有个姓马的 而且 你看我们还做了这个钥匙扣 枪枪的这个活动 给大家这个看看 这个三寸丁古树皮 这个除了给我自己留俩之外 这个还有二三十个 二三十个 咱们怎么着呢 咱们这个枪枪跟枪枪 这个十八年来 或者十年来 八年来 三年来的这个老朋友 搞一个小活动 就是啊 怎么给大家呢 就是欢迎大家 在我们这个枪枪的 这个这个微博 官方微博发 发你的创作 你是写个打油诗也行 做个小flash也行 做个小视频也行 反正什么都行 用你的方式 做出一个自己的小创意 很短的一个表情包 是吧 小创作 然后我们从中呢 选取一些 我们会在咱们十八周年的 那个正日子 给大家这个揭晓 那内容是什么 总有个主题嘛 他那创作的内容是什么 枪枪 在他们在家里 怎么枪枪啊 枪枪跟枪枪的 这个这个这种 怎么随便怎么着了 对吧 咱们到时候呢 选择二三十个 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 十八周年的 那天节目里啊 这个公布一下 那天是四月一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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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头一集 就是愚人节 所以这事真假 到时候看着办啊 这反正 哎 大家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呢 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今天趁着徐老师在 我非得让他看一看 看看表情包 网友创作的 你看 我的猴 你们谁都别想要 你看这表情包 挺好玩的 给我抱抱 看下面 想的美 给他也不给你 谁啊 这不行 你看再往下 快给我抱抱 徐老师急了 徐老师挫火了 你看 你至于吗 你至于吗 抓你的表情抓得 抓得很好 抱抱 你看 少BB 给我 这什么意思 少BB就是少虾瓶 快给我 你看 满意了 满意了 徐老师满意了 还有一个 那他所以粉丝 就是有粉丝的 这个好处 不管你浑身缺点 他也能把你捧到天上 你看 看下边 就是你看 这有人抓我们节目的特点 比如说 这个徐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叉叉 发现我经常在这个 徐老师讲话 没讲完的时候 就广告之后见 然后徐老师冒火了 生气了 闻到幸灾乐祸了 你像 你再看 这抓得很好 闻到这个手 是啊 再有 你看 这把我捧到天上了 说准备给我生猴子的广场后 操场集合 五分钟后 就行 哎 这个像这样的东西 潮破要请你去了 你要针这样 我就成潮破了 是吧 其实我刚看到的那些 那些恶搞 那些配的那个对白 表情包 表情包 其实他们应该有人弄一本书才好 因为看起来像那样连环图漫画 假如他把那些主持啊 嘉宾啊 等等 然后全部弄出来 编成一个有剧情的东西 真的变成一个漫画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不是为了卖 不是为了消毒 为了有 楼下很有价值 所以你就看出来 在网络时代 咱们就说了 现在观看本身就是内容 观看本身构成内容 哎 徐老师有什么感想 以后会不会做到有 有这个叫什么 弹幕啊 现在就有啊 以后三人行的时候 人家看就 啪啪就上去了 已经 就是胡说 你以为没有吗 在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播出 在很多网站播出 有啊 就已经可以了 只不过我考虑到你的心情 不想告诉你 这个我可以做 我看过一次 一边看 一边看到弹幕的出来 我看了几秒就不看 真的啊 因为因为坦白讲 有一般都是那个嘛 有些看不过眼的意见就出来的嘛 那我看了三四秒钟的马上关机 所以那个是不好的 让我们完整一点自己表达 你说这种啊 就是赤裸裸的 就是毫不节制的哈 看见不满意就骂 这是老老派人士就觉得社会越来越没教养了 但是从某种未来学的角度看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未来的情况 就大家谁也别别装差 对吧 有话就就就就就就说 说不好 反正看不同的群体 不太舒服的 不太舒服的 看看什么呃 看什么群体 比方说你强强的微博的这个这个群啊 嗯 相对是比较理性的 不大会有人乱骂的 是是是 但是你凤凰网 就是凤凰网的自己上面有节目的嘛 嗯 那个观众上面提哈 这个就散的多 有的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平常是不看的 他偶然看一次 他名字也搞错 然后他就乱提意见 是这样 因为我们解决说什么好不好太抽象 你要具体说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呢 我觉得这是危险 因为你看那些 这马上看到就骂的话 十个里面有八个九个是断章取义 一断章取义扭曲 扭曲了 那其他人就有意见 结果就变成说真理越变越不明嘛 这玩比方说 我们不管讨论正经 还是不正经的题目 全部歪了出去 那这样危险了 那对于讨论是没有意义 但我们是一个 我要叫我 我就是安迪沃河的观点 对任何问题说一个 so what 那又怎样 他这个态度是最符合大众传媒今后的趋势的 可是说错话 比方说你说错话 或说断章取义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用so what 里面有一个关键 这是判断做决定的人 他的态度 他的判断力 比方说可以so what 可是里面 我们可以对断章取义的意见 so what 也何以会对正确的意见 有具体的好处的建议so what 所以那个人呢 越是这样的时代呢 那个人之后决定的人 就更重要了 你觉得站在我这个位置上 我也感觉到啊 就是说 现在吧 在这个互联网的情况下吧 取得共识啊 是如此之难 越来越难 以至于呢 咱们还不如各混各的 其实现在 进入一个分众的情况 就是没有谁就是对的 没有谁就是错的 但是呢 自己去找自己的朋友圈 比如说 比较喜欢腔腔这种款的 我呢 就拢在你的周围 那比较喜欢 比如说是周星驰那种款的 他就聚集在周星驰吧 但他这个互相间呢 可以这个个性 其实 也在有时候呢 现在在这个大众传媒的情况下 我们还仍然是电视台 是假定是面对所有人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 哎呦 有时候这个 这个这个不同人之间呢 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 那天 咱们这个微博里 就甚至像我们这样 我认为这么自由的节目了 都有一个年轻人 还在那说 说这个你们的嘉宾就是装 你看我现在发现 现在人骂人啊 就骂你 就是说你装 你装什么呢 对吧 就是装 然后就是说老端着 你老端着干什么 就觉得 我觉得咱 他就会觉得 咱们都 他会觉得咱们都端着 而且这 这年轻人呢 还给我挂了一个那个链接 他说你看看那人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节目 人家那多活泼 哪像你们这么端着 后来我还真点进去看了一下 我一看呢 是真不错 就是说呀 几个年轻人的这个年轻人了 这个 并且看到人家的年轻人的孩子 他会认真 如果他们也会观察与思考的话 恐怕呀 他们也会觉得幼儿园那阿姨呀 幼儿园那老师啊 说我们整天满地打滚的 他为什么就不满地打滚呢 他在端着 他干嘛老端着 所以 为什么我们端着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是大人了 我们就说 你比如说 我后来想 我说你说年轻人 打个滚 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 你像我们这个徐老师心脏装俩支架的 他打个滚 就躺那了 下次试试看 下次试试看 有打滚 有打滚的力气 我们还留着滚床单呢 对不对 不过你就话说回来 你打滚 就是满地打滚的这个人 也别太得意 因为啊 我去想 你看人这一辈子 都是开始是什么呀 爬着 走 站着 走着 跑着 跳着 躺着 到后来呢 都得是端着 最终大家都得挺着 是吧 这段说的不错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到时候 到时候 他就会给我的 地下 到时候 把登役的 是什么呀 两人发生了 都宣似的 都宣似的 对不起啊 我刚才霸占这个马太太的视线太久了 是吧 我这说那么一大段 接下来呢 就这个你们两位说说啊 这个让另一个人 就占领我们的这个视野 这个人呢 我老咱们节目提过好几次 因为呢 他在凤凰待过 邓文迪 最近又上 邓文迪在凤凰待过 不但在凤凰待过 跟我还玩过 玩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你在化妆间没听到 玩英文叫play啊 这事邓小姐不能不承认 怎么玩 我们一起曾经弄过一个游艇啊 不光我一个了 一群人 到香港的一个岛 当时大家都穿着这个游泳衣 我已经说第八遍了 但是这是我的光荣 对吧 我跟文迪小姐都穿着泳衣 躺在沙滩上 漫谈过未来的人生啊 后来 过了不长的时间之后 我觉得她的人生 就和我的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就是想 你这个叫捅船 我有个朋友 坐船的时候 一个香港人 普通话不太标准的话 碰到他就说 难道跟一个女的说 我们很久没有捅船了 对对对 船跟船很像的 对 所以到特朗普 就是床破了 对 床都破了 所以在香港人讲这些话 真的要小心 我那一天跟马太太也是讲 我说 哎 做人真的 最好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两床其美 被他一巴掌打不来 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 你干嘛拿我 他说什么两床其美 讲了半天 两全其美 我说这是不晓得怎么办 她太太台湾人 对 那我呢 所以我香港人要小心 你应该让你太太看看纸牌屋 我觉得纸牌屋里透露出来的 这个女权的这个意识啊 强烈到一什么程度啊 对对对 我看 他陪着我看 是应该就强烈到 就说 你你这话应该是马太太跟你说的 两床其美 甚至三床其美 假如你说的是那段三人型的剧情啊 我觉得 当然那美国嘛 一般都有女权意识比较高涨 可是整个还是在男权的下面来运作的 最后还是老公批准 老公说我接受 我容许 别忘了 是那个总统邀请那个男记者 男作家去他们家 给他们三人型的 所以还是在 还有任何的女权 还要获得男权 男人的点头 你才能运作 那咱们就看看 当年跟我这个戏耍锅的 不是 这娱乐 同传 对 就是好 就是尊敬的这个邓文迪小姐 哎 最近你瞧瞧 这个 这个 老梅多 又喜结 新婚 对吧 但是人家文迪小姐 你看看 这就是女性的风采啊 离了婚 真不是欺负 对吧 反而挽上了小小帅哥 小鲜肉 你这还真不是小鲜肉这个级别的 你以为是个穷困潦倒的青年人 小帅哥吗 根本不是 据说这男的 你往下看 家里也挺有钱的 而且人很有修养 你再往下看 拉小提琴 拉的这个非常好 你看鸡肉 而且你看 有国际八卦媒体在猜测 就说这个年轻 这哪个是邓文迪啊 不是邓文迪 就他曾经跟一些亚裔的这个女孩 所以有的八卦媒体在猜测 就说这个外国人呢 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说英语里有没有一个词叫 就是喜欢亚洲人英文 叫Yellow Fever 我不知道 黄热病 他喜欢亚洲人 就是有一种 就是说会不会 他就是他比较喜欢亚裔的这种女孩 然后你再往下看 就是个文迪 你看当年可能是学生的时候 青色 是 然后你看 又回顾 像陈梦一般的往事 然后呢 布莱尔 对吧 就说就是他跟布莱尔的事情 那我倒不知道 我是听说最近布莱尔跟他太太关系也不太好 就是 我为什么好像讲人家的这个八卦 就是 咱们说了 今年要为女权讲两句话 我现在就看到 这个女人跟女人之间互相写文章 也在互相攻击 因为我现在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就讲啊 当年就是离了婚 说邓文迪走出法庭有一个照片 说我都不知道那谁写的 但是流传甚广 就是说有一位叫女工 所谓女工之 还就很尖刻的有一个评论 说是一副那个失败者的那个 猙獰的那个脸 然后你看 借着这个新闻 另一个人写了一个文章 就在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女工之 在评价这个问题上呢 叫做双重标准 你看他就说这个 这位女工之 承认他跟邓文迪从未谋面 而且这位女工之 当年发现自己的丈夫跟人偷情 也不惜大闹 这么有中国特色的事件 他都选择性遗忘了 或许他能谅解自己的情绪失控 但理解不了邓文迪面对婚姻解体时 自该有的失落和悲凉 可是当年挖苦邓文迪的话 至今都能引起广泛的响应 就像以智慧头脑生存的独立女性 当然有资格嘲笑贤贫爱富的寄生虫 他这个主要是为邓文迪说话 他那意思是 好像有些人老说邓文迪的模样 怎么怎么着 他就说难道邓文迪当初是靠外表吗 难道邓文迪今天离了婚之后 还跟这个小帅哥 这个出现在这个场合 就说那意思啊 我们东方的这些个土便 你去揣测生活在西方价值观体系下的这个女人 他的原话是 无不处处暴露着一种狭隘的嫉妒心 很多人嫉妒他 不过他还总总归还算成功的了 我觉得他都可以理解 不过当然他最大的成功 不管怎么样 还是跟梅多了 如果不是跟梅多的关系的话 我们除了你以外了 同窗过 其他的人 我们不大会注意的问题了 当然他是一个很聪明 很漂亮 很成功的一个女性 对不对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是因为梅多这个事情太大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的成功 还有一点在于说 他要到他要的东西 他一路过来都是展现了 我要这个东西 他用他的自己选择的方法来要 比方说我们注意到 他牵着那个帅哥 还注意他的服装 你看那个邓文迪 离婚前跟后 离婚前他做好 他的配合到贵妇 你看是比较老气 比较成熟的 然后一出来 离婚之后 牵着那帅哥 完全像谈恋爱的打扮 完全他知道自己做什么 我觉得因为你说两个人谈恋爱 到底谁喜欢谁的什么 我们外人根本没办法说一句 有时候我爱你 就是因为我爱你 我们没办法说 可是重点我们在于说 每一步 我们看到你的好朋友文迪 都那个能够 我以为你说文道文迪文道文韬 三文行 三人行 你们三文行 这火了 我们像安德鲁 不是像安德鲁 像三人行一样 来接着来 他就想 接着来 接着来 他那个三人行 那个三人行是一个盘观 不是盘观 盘观观察 另外两个进行 说回来 我意思是说 每一步 那个邓文迪能够展现了他要的东西 而且他有那一股意志 他不会说我是欺负啊等等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 这是他的成功的定义 昨天这个江筑九老师来完了之后 还跟我朋友圈发 说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人管你们这个节目叫枪枪三培行 什么意思 就是人家搞笑嘛 就是你这我回忆什么 我说因为这个各地口音的差异 和人们这个现在电脑打字的随意 我们有不少衍生的名字 比如说坑坑三人行 强奸三人行 枪枪三培行 还有枪枪三批行的 我还听过更难听了 枪枪三银行 三银行 广东话很像嘛 三人 银 对 三银行 枪枪三人行 哇 太高了 我以后见 哇 其实像马太太这样的这种 贤良的这种这种价值观啊 我真的觉得可能慢慢在过时 就是我在跟今天的这个小妹妹接触的时候啊 我越来越感觉到真的 这个女性的这种自主啊 这种这种意识啊 几乎是本能的了 对他来说 他凭什么 经常是就是像我们这种老的觉得 男人怎么样 女人怎么样 对吧 对他们来说 好像他脑子里有根筋 你知道吗 就是碰一下 凭什么我该打扫卫生啊 凭什么我该怎么怎么着啊 这个 马太太可能我刚表达不清楚 所以他就是很有记住性啊 他说他看枪枪看十八年 就是只为了看斗文涛 不是为了看我 我是这个意思 看你他当然就不用看电视了 什么他的就是因为他又他 因为假如我没参与的话 他总不好意思整天看着看三人行看斗文涛嘛 我在他就假装看我 其实是为了看斗文涛 他是这个意思 我还希望他拉着你的女儿一起看 那我女儿都也在看 他用电脑看 下一代 我女儿季雄看过他之后呢 就把整天用在在在电脑里面看 我说咱们今天是吹捧我还是吹捧文迪呢 就讲正题啊 没有文迪我吹捧够了 因为我吃不到的葡萄嘛 然后那个那个我觉得那个 因为而且看到很多不仅是内地的网络啊 在香港一些媒体讲他就是 完全其实是用着一个模样来套 套 等于一定是说他计谋很深 看到人家有钱 甚至更难听的哈 啊 嫁给一个年纪大的 希望赶快要遗产 等等等等 那那那乱七八糟 那我所以我每次看到 我都非常替他不服气 常规思维是他他跟梅多的这一段容易理解 那现在一个年轻的男的又帅又有钱 跟他好 应该比他小是吧 这种关系人家一般就比较怀疑 这是常规的一般的人的 甚至有一种说法说 女的如果年轻 那个男的年纪大 那个女的会慢慢真的爱上这个男的 可是倒过来一个女的年纪比较大 一个小年轻的男的跟他好 他们总怀疑这个小年轻小鲜肉有所图 你看 不大相信他会演变成一种经典的爱情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俗见了 传统 但是蛮强大的 你看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他说呀 自宋家三姐妹后 真正开启中国女权的人是毛泽东 毛时代的女权意识 甚至超越了同时期的美国 这种影响在八十年代末 戛然而止 随后的女权现实开始变得鸡毛蒜皮 这个是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误解 克里斯蒂娃 他们女权主义分两个派别 法国那个派别是强调 女的应该跟男的一样 就是说他们认为文革当中 中国的女的不用涂口红 不用烫头发 半边天 这是世界女权当中的一个好的记录 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那个时候中国女的是不可以涂口红 不可以涂头发 其实女权哪里增长 你去数数那个时代地位最高的女的 康克卿 江青 邓颖超 全部都是谁谁谁的夫人 除了谁谁谁的夫人以外 有谁地位高的女性吗 那个荒辉煌的八十年代 那个七十年代 所以这是法国女性主义者的一个美丽的误会 说得好 对但是呢 我这家辉刚才讲的让我因为我也不懂这个女权 可是我有个模糊的感觉 我觉得什么男权女权 都是人权 我觉得有时候讲这个个权 个人的权利 有时候一点个人的这种良善之心 你觉不觉得你在男女关系方面有点什么事 周围这帮子小市民 就这种以小人之心 以市民之心夺别人之父 你知道什么呀 就这天古迹的姑娘八卦